宣布投入民进党党主席选举的副总统赖清德 昨天晚上到了台东来发表证件 台下的党员也热烈的提问 向赖清德请教了关于提名的人选 还有现金恩贝券的问题 甚至还有民众大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说他不顾基层的农民 让在电的农民放弃了民进党 大家一定要团结 如果没有那么团结 那两个力量就分散了 团结都不一定有了 何况是分别分散力量 民进党如果想要在台东 得到台东现任的信任跟支持 争取为服务台东现任的机会 我们第一步就是团结 好 赖清德走访各地 也回复民众的问题 说会把大家的建议听进去 同时他也强调 这次民进党一定要团结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或是原住民的年轻一代 都可以投入民进党 哈喽 我是叶铭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